他十分想念自己那些小伙伴 呱呱 四宝 军师 有他们在自己可以心安很多 就像从前那样 只要兄弟齐心 不管面对再强大的对手 他也没有真正的怕过 哪怕只有军师一个人在自己身边也好 以他的志谋肯定会给自己出不少主意的 叶少阳塌了一口气 撇开了这些思绪 盘膝坐在床上 开始吐纳 现在的他 要尽最大能力修复丹田 恢复实力 好在大洲天吐纳心法神妙无穷 恢复的速度 远远超过了叶少阳最初的预期 这算是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事情了 山林之中 有一座小的竹楼 周围没有人家 只有一片风林 堆满落叶的山谷里有一条小溪 溪流之上架着一座古老的石桥 一个身穿古装的竹发男子站在桥上 望着桥下溪水的流淌 神情静默 不知道在想什么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从他身后的小猪楼里走出了一个人影 是一个身穿罗裙的婉约女子 一直走到他身边 陪着他站了一会儿说道 三郎 你怎么一直不进去 这个站在桥头的就是林三生 林三生转过头去 看着他 虽然最近每天都彼此相对 但林三生每次看到他 仍然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 几百年的夙愿总算是心满意足了 他几乎感觉这不是真的 自己苦苦等待了几百年的婉儿 就在自己面前 他也是鬼 不久之前 徐福兑现承诺 带林三生回到了明朝 婉儿刚自已而亡 魂魄还没有去阴司 林三生谎称自己也自杀了 特地来寻找他 担心他去了阴司要被拆散 所以想留在人间 找一个清静的地方 做一对鬼夫妻 婉儿也能跟他长相厮守 自然也是答应的 于是林三生就带着他去见了徐福 徐福带着他们再度穿越时空 去了一个两人不知道的朝代 主要是两人都没有刻意去打听 反正在哪里都是一样 这种朦胧的感觉 更让他感觉到了 世上只有他们两个人 两人一起找到了这个山清水秀 但是没人的地方 竹楼也是现成的 虽然两人是鬼 不用吃饭做饭 也不怕风吹雨晒 但毕竟有这么一个房子 会更有家的感觉 婉儿虽然对这一切有些迷茫 觉得有些蹊跷 但还是跟着他一起走了 也没有多问什么 毕竟林三生对于他来说就是全部 我想到 一些过去的朋友了 林三生冲婉儿笑了笑 伸手去摸他的脸 两人都是鬼 自然可以有肢体接触的 过去的朋友 婉儿皱起了眉头 哦 固有 林三生急忙休整 婉儿是明朝的鬼 至少在这个时候的他还停留在明朝 而林三生跟叶少阳等人一起混久了 学了一肚子几百年后的大白话 不时就冒出这么一句 让婉儿听不懂 婉儿外头凝视着他 说道 你说的是皇帝吗 皇帝 林三生苦笑 自己因为他失去了爱情 服侍了他几百年 该为他做的都做了 而且现在建文帝在风之谷混得很不错 自己实在没有怎么想的 他最想的是叶少阳 还有那一般朋友 鬼是不用睡觉的 自然也不会做梦 但是林三生很想用魂牵梦饶这四个字 来形容自己最近的日子 他总想起叶少阳和四宝他们 他们在民国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虽然他答应徐福怎么做 也是为了叶少阳 不过现在的他总有一种愧疚感 自己跟婉儿一起隐居了 做长久的鬼夫妻 却把叶少阳一杆人丢在了民国 来面对各种危险 这种感觉在他脑海中挥着不去 他很想去帮他们 跟他们并肩作战 婉儿拉着他的胳膊说道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你最近说的很多话 好像都不是我们那个时候的语言 我跟你是夫妻 有什么还希望你能告诉我 林三生摇了摇头 想着要不要告诉他真相 最后还是折中了一下 对他说道 有件事情 我确实没告诉你 我在刺杀之后 我遇到了数世徐福 就是之前 把我们送到这里的那位 他手上有个物件 叫山海印 能带人穿越时空 林三生用了很长的一段解释 跟婉儿说明了什么是穿越时空 等他理解之后告诉他 我之前为了寻找转世的皇帝 去了几百年之后 结识了一般挚友 都是法师 林三生又大致说了 自己跟捉鬼联盟在一起经历的事 以及叶少阳现在的处境 这个很好理解 婉儿听完之后就说 三郎 既然你怀念固有 为何不让须夫 在送你去几百年前之后呢 与他们相见呢 林三生苦笑道 哼 我要是去了 你怎么办 我可以陪你一起啊 反正我们何处都是一样 又有什么关系 林三生摇头说 你却不能去 为何 我不甚了然 但那徐福告诉过我 若是回去 必然只能舍弃你 我自己一人前往 林三生抱着他的胳膊 神情地说道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 怎能舍得放弃你呢 婉儿不说话了 两人坐在桥上待了好一会儿 突然感觉有人闯入 林三生转头看去 竹林里走出了一个人 身穿蓝色古石道炮 黑须然然 林三生一眼就认出了 这是徐福 徐福一直走过来 婉儿知道他有话要说 对徐福倒了个万福 自己飘身进入竹楼了 徐福继续往前走 林三生跟着 一直走过了竹林 外面就是悬崖峭壁 徐福盘膝坐在悬崖边上 吹着风 看上去很惬意 林三生在他后面默默地观察着 说道徐老祖 我一直想知道 你到底是人是鬼 你为什么就肉身呢 但是好像又能遇风而行 徐福说道 我已超脱了六道轮回 非人非鬼 岂能用常理来衡量 林三生想到了 刀峰的形态 好像跟他也差不多 反正都是牛人 也就不再问了 说道 徐老祖找我有事 再次见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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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敛